这座两层别墅里,住着150吨垃圾,垃圾从一楼一直堆积到二楼,在小姐姐耐心的沟通下,大爷终于放下了戒备,正要说出自己的故事,却被一个怒气冲冲的大妈打断了,天花板上的钢筋和铁钉都露在外面,一不小心就会划伤,客厅旁边的洗手间也是惨不忍睹,卫生纸都已经发霉了,还有随处可见的老鼠,水龙头也坏了,大爷很后悔,说如果早点把房子打扫干净,也不至于现在这样,他同意让节目组帮忙清理垃圾, 这个车载导航太诡异了,主人每次导航回老家,都会导航到坟墓,明明前面就到家了,导航却要求掉头,那行吧,节目组决定跟着导航看看究竟,前面已经没路了,他们步行来到导航目的地,结果目的地就是一个坟墓,那这是谁的坟墓呢? 从地图上可以看得出来,坟墓和老家之间的距离很近,节目组猜测有可能是导航本身故障,才导致位置偏差,毕竟导航出错还是挺常见的,结果维修人员检查过后,都说没有任何问题,那现在只能使用排除法了,节目组又安装了同一款导航,让两台设备同时导航到老家,真的是奇怪,两台设备都导航到了坟墓,即使更换了不同品牌, 结果都一样,设备没问题的话,那有可能是信号问题,毕竟老家在山沟里,信号肯定不太好,专家也说如果信号不好的话,最终的导航结果会有一公里左右的偏差,为了验证这个说法,节目组导航了村里其他地址,结果都准确无误的到达,现在唯一有可能的就是老家地址是错的,但身份证上面老家地址就是607啊,而且导航设置的目的地也是607,一时间,关于导航的谣言越来越多,村口情报站的大爷大妈也是议论纷纷,事情越来越灵异,毕竟是走进科学 节目,肯定要搞清楚这到底怎么一回事,节目组咨询了村长,村长说他母亲坟墓所在的山头,之前也是属于村里的,后来被划分出去了,那会不会是地址重新划分导置的,随后节目组来到测绘局咨询,电子地图上显示,他家原来的地址编号607,现在被标注为坟墓所在的山头,而现在他家的地址标注的是757,支持真相大白,一切都是由于地址更新导置的,导航没有错,现在的607就是坟墓所在位置,我们再一次走进了科学,发生类似诡异事件的,还有下面这个 每到凌晨三点,整个村子就会传来,类似电话拨号的声音,小姐姐是第一个听到这种声音的,说声音是从一个月前开始的,而且确定凌晨三点没有人打过电话,接着播放了自己录到的声音 节目组决定等到凌晨三点,看声音会不会出现,五四三二一 此时所有人的电话都已经关了,小姐姐认为声音是从外面传来的,隔天,节目组在可疑区域,都安装了摄像机,又到了凌晨三点,声音准时传来,摄像机也没有任何发现 白天,节目组走访了附近的村庄,想要找到一些线索,然而附近村庄里的人,都说没有听过这种声音,无功而返,节目组又回到小姐姐所在的村庄,村里的大喇叭引起了节目组的注意 村民说那喇叭很久没用了,电线都断了,随后在村里又看到了一个广播喇叭,村长说由于疫情原因,也已经很久没用了 但是除了这两个可疑的喇叭外,就没有其他能发出声音的设备了,节目组决定安装摄像机监控一下 每到凌晨三点,整个村子就会传来,类似电话拨号的声音,又来到了凌晨三点,声音再次准时响起 但可以确定的是,声音就是从第二个广播喇叭里传来的,但此时并没有人进入广播站 第二天,村长带节目组来到广播站,村长说广播设备只有自己有钥匙,除了自己,其他人就算闯进广播站,也无法使用广播设备 村长还展示了自己的广播记录,最近一个月都没有播过,这就很奇怪了,节目组拿的录音,找到声音分析专家 专家说这确实和电话拨号的声音很像,专家结合电话按键时发出的不同声音,分析出了具体的按键号码,连起来的数字并不是电话号码 而且每个按键的间隔时间是一样的,正常人手动拨号是无法做到的 专家认为,应该是广播设备自己发出的噪音 随后,节目组联系到了广播设备的售后,经过长时间的排查,售后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 售后说,设备每天都有一个固定的运行信号,可以理解为设备重启信号 这台广播设备的重启信号,设置在了每天凌晨三点,这个一般是不会被广播出去的 但恰巧这台设备的放大气坏了,才导致这个微弱的信号被放大,并且广播了出去 一切都是虚惊异常,毕竟走进科学,是不允许有灵异事件存在的 好了,我是月辈,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嗓 他的指甲比你的手还要长,最长的有20厘米 小拇指的指甲最正常,看起来却显得格格不入 他说小拇指是专门抠鼻屎的,他逃米时不用手 两根指甲勾搂搂,就逃洗干净了 开火食用手背,打鸡蛋也是小菜一叠 吃饭也能熟练的使用筷子,但我感觉筷子有点多余啊 电脑打字用铅笔,拨橘子就要用镊子,带手套也难不倒他 把手套剪个小洞就行了,金刚狼见了都直呼内行啊 他还要花大量时间保养指甲,一瓶指甲油只够用一次的 管是还要给指甲带上保护套,以防在睡觉的时候折断 出门上街必须要把指甲护在胸前,回头率是百分之百 路人的表情说明了一切,大姐不仅指甲长,头发也很长 头发都能拖到地板上,我觉得她也没超风都不用化妆 即使是作为邻居,在晚上遇到大姐,也会被吓到 邻居都想不通,大姐为啥要留那么长的指甲 原来大姐从小就爱臭美,最喜欢做的就是涂指甲油 有一天晚上做梦,梦中人告诉她,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剪指甲 否则就会遭遇不幸,刚开始大姐也没当回事 这不就是个梦吗,但是每当她剪指甲,就会心跳加速 剪完指甲就会生病,后来就开始一直留指甲了 为了让自己的指甲显得不那么诡异,大姐来到美甲店 店主刚开始也被吓了一跳 店主在大姐指甲上画上图案,这样又显得可爱多了 大姐说会一直留着指甲,准备以后出演没超风 和大姐一样,下面这个男人50多年没有剪过指甲 大叔从小就没有指甲,不仅如此,他连脚指甲也没有 掉在地上的小东西根本剪不起来 对他来说,开一拉罐是最痛苦的,更难以置信的是 他竟然拿不住玻璃杯,杯子在他手里反复滑落 节目主怀疑大叔是故意的,大叔却说自己没有指纹 光滑的东西根本拿不住,怎么可能没有指纹 节目主仔细观察,大叔的指甲确实非常光滑 节目主和大叔一起按手印 大叔的手印模糊一片,没有任何纹路 由于缺少指甲的保护,轻轻按压手指就会带来剧烈疼痛 然而大叔的工作却很依赖手指 他是一名气修工,工作需要一直动手 就连成个线圈都会疼痛男人 哪怕一个小小的失误,都会给他脆弱的皮肤造成不小的伤害 他的手上布满了伤痕 即使这样,他也工作了30年,因为要养活一家老小 至于他为什么没有指甲 医生说他患有一种罕见的皮肤病 简单来说,就是皮肤黏膜很容易起水泡 而且是遗传性的,没有根本治疗的方法 所以女儿出生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女儿的手指 看到女儿有着正常的指甲,大叔激动的哭了 他不想让女儿承受和自己一样的痛苦 大叔平时最喜欢做的,就是帮女儿剪指甲 女儿也很懂事,会帮父亲包扎伤口 我觉得大叔可以去做个美甲 就是贴个甲的指甲,可能会好一点 和大叔一样,下面这个女孩从小就与众不同 女孩长了满脸的胡子,又粗又硬 从鼻子一直延续到脖子 不仅如此,她的两个妹妹也长了满脸胡子 奇怪的是,她的两个姐姐却是正常的 而且她妈妈脸上也是干干净净的 妈妈说她们刚出生脸上就有胡子 可能是遗传她们的父亲 照片可以看得出来,她们去世的父亲就是满脸胡子 但只要最小的三个姐妹遗传了父亲 随着年龄的增长,脸上的胡子也越来越旺盛 她们也尝试过刮胡子 但是越刮长得越浓密,全身上下厚重的毛发 让她们很痛苦,同学都嘲笑她们是猴子 这给她们造成了严重的心理伤害 她们变得抑郁焦虑,姐姐甚至放弃了上学 选择在家里帮忙种地 毛发摧毁了她的梦想 为了让两个还小的妹妹摆脱毛发的束缚 她带妹妹来到医院 医生拿放大镜仔细检查 说就算是遗传,这种情况也是非常罕见的 在学术界,还没有和她们一样的案例 医生给她们做了激光脱毛 但很快胡子又长了出来 医生把毛发样品寄到了研究所 现在只能等待分析结果 虽然不确定有没有治疗方法 但只要有希望 等待的过程也是开心的 那最后就祝她们早日恢复正常 继续追逐梦想 好了,我是月贝 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